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我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我们都是阿东起家 虱目与白虾的好团友 很开心我们都可以吃到好棒的食材 先来看一下虱目鱼肚 上桌闪耀的样子吧 虱目鱼肚有很丰富的蛋白质 它的肉质很细 所以适合老人跟小孩 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大家都会问我虱目鱼肚怎么煎 这边看到我用的是铁锅 所以我完全不用加油 锅子热了之后呢 把鱼肚这面朝下放下去 我都转在中小火而已 就是你瓦斯鲁的那个扭在 11点钟的方向 翻第一次面的时候 就是你鱼已经可以滑动了 就可以把它翻面 稍微煎一下鱼皮 鱼皮煎 你又发现又可以滑动了 你就可以再翻过来 再煎一次鱼肚的部分 再把它再煎得更卡一点 这时候我会把鱼皮那面稍微压一下 刚刚有看到我讲稍微再压一下 均匀受热减少翻面次数 才能让你的鱼肩的漂亮 而不会散 其实很简单 这鱼肩整片的鱼的过程呢 不到10分钟 很快 而且一个人吃一片 我觉得刚刚好 那因为虱目鱼肚它有很丰富的鱼油 所以它大部分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对心血管有问题的人 它是很好的食物来源 像这样子我可以煮鱼肚乌龙面 或者是鱼肚火锅 像现在天气比较冷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下去做 那再来还有阿东的纳豆虾 这个真的是大家都抢破头的 我常常带大家示范的就是 葱爆白虾 我的干锅 然后我里面先把蒜头啊 跟葱啊 如果你喜欢吃辣 你可以加辣 稍微炒一下之后 再把虾子放下去炒 这样就可以了 避免你在水煮虾的时候煮太久 有很多的方式陆续再来交给大家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